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是方砖 咱们今天还是来说一说 这个现在正被中国人逐渐熟知的名字 叫林生斌 在经过这个八天的神隐之后 在铺天盖地的舆论之下 这个林生斌终于是站出来回应了 可是有句话说得好 一句谎言 你要用更多的谎言去弥补 他发了连发几条 上千字几千字的长微博 来公布一些所谓的证据 可是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通过他所谓的官宣的 自己发布 自己亲口供述的这些东西里面 被网友又找出了更多的实锤的证据 所以今天一个是跟大家来讲一讲 这些证据 给大家讲实实摆道理 另一个我们也要回应一个问题 有些人的网友在我上期节目里边也留言 你们为什么就一定要揪这个林生斌 放过他不好吗 让他开始重新的生活 你们是不是见不得别人好 对于这类网友 或者你有这类疑问的话 欢迎你看到最后 我讲完事实 讲完证据之后 我给你讲一讲 为什么这次这么多人如此的愤怒 好 老规矩 我们先说新闻 他的微博很长 我不可能给大家全念 我给大家筛选一下 那么最主要的我要念一下的 是林生斌他自己亲口亲自承认的 他跟现任 就是这个叫小乐的这个女生 他们的一个交往时间点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我给你念一下他怎么说的 他说2017年4月份 小乐在我朋友的公司实习 主要负责跟我公司的业务 并且跟他对接 那么期间多以电话沟通为主 出事之后 小乐跟其他朋友一样 与我有过几次电话沟通问候 然后时间从2017年搜一下 就跳到了2019年 2019年春节期间 他的拜您电话 让我们的交流从此多了起来 好奇怪哦 拜年电话 你知道拜年电话短信我都不回的 因为都是群发的 一个拜年电话 能让他们的交流从此多了起来 好诡异啊 对不对 要多起来 你们之前有过电话沟通问候 为什么之前没多起来 为什么是因为拜年电话 沟通起来 这一里边说实在的 对吧 咱们后面统一来批 他这个文笔里边 更是大有文章 我们稍后再说 不分散大家经历 我们继续往后说 等于是说2019年春节期间 他们开始交往密切 然后2019年11月 他们确立了情感关系 在这里林生斌 还非常煽情的说 我还记得那天 我对他说 你要明白 对你来说 我永远不会是一个完整的男人 什么意思 他指的是 他的心有一半 永远的留给了 顽固的妻子和他的孩子们 面对这样一个我 小乐给予理解和包容 从未有过抱怨 我对他深深感恩 然后时间线延伸到了2019年年底 小乐从前公司离职 2020年的2月27日 疫情后开工 小乐正式来他们公司上班 2020年夏天 我与小乐意外回孕 在我一再坚持下 我们留下了暖暖 暖暖就是他新生的这个孩子的名字 关于这个暖暖这个名字 有一些捕风捉影的说法 涉及到之前才没说到 那个关于他所立的 那个所谓的镇魂警 但是这个东西 不属于实证范畴 不属于实锤范畴 它属于一种抽象的这种风言风语 我们放到最后来说 先说重要的 然后林生斌继续说 出于对他怀孕 这一特殊实际的安全考虑 整个孕期我都对外隐瞒了下来 等等等等 后面说了一些 这个时间线就特别的能说明问题 首先按照他的说法 他们叫暖暖的这个孩子 孩子是无辜的 但是这个孩子出生的时间点 是2021年的4月到5月之间 我们姑且说是5月份 因为他自己公布 他的孩子是金牛座 好 观众朋友们 那我们来想一想 孩子是2021年的5月份出生的 往前倒10个月 倒9个月 正是2020年的7、8月份 所谓的夏季 那林生斌在这里含糊奇 他出的是2020年的夏季 他没说哪个月份 但是我们通过这个产期估算 应该是7、8月份 那好 我这里就有一张实锤的照片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特别说明问题 好 这是一个微信的朋友圈截图 通过这个可以看得出来 2020年的6月13日 这个叫童真一生小乐的人 他发了一个朋友圈 他说 你人生的第一声啼哭 是你跟我们打的第一个招呼 好像在说 你好 爸爸妈妈 从此生活全部变了模样 小小的屋子里充满了我们的欢笑 谢谢你选择我们做你的父母 这一生我深感荣幸 2020年6月13日 咱们通过这个通篇文字的文笔来形容的话 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满满的充满了什么 有人说幸福 对 幸福只是最浅的那层 你深的再往里品 我再给你读一遍 你人生的第一声啼哭 是你跟我们打的第一个招呼 好像在说 你好 爸爸妈妈 你从这里边读出了一个浓浓的一个女性 怀孕生子之后 这种按耐不住的 澎湃的 想要表达的这种欲望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你知道吗 这个小乐 童真一生就一个小乐 就是他的现在这个现任妻子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 按照产期来算的话 你应该是2020年的7月份 甚至8月份才意外怀孕 所谓的意外怀孕 生下现在的孩子 为什么你在2020年的6月份 就在感叹孩子的第一声啼哭 就在感叹孩子跟你们打的第一个招呼 这个孩子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可以确定的是 是早于这个6月13号 早于这个微博 发的这一 就是朋友圈发的这一天 对吧 那么具体多好久 我们就不知道了 那这个孩子是谁的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 那如果说这个孩子也是林生斌的话 那我们把时间再往前推10个月 不就到了2018年了吗 你看这就很符合2018年网友在网上拍出来的这个 他跟现这个一个疑似 就是疑似的两个人吧 手牵手去逛蟑螂馆 网友拍了全程 这时间是不是就扣上了 对吧 这是第一个问题 非常明显的证据 无法解释 而他这次长文回应 也没有解释这部分 我们再说第二个部分 他这次的长文回应 说了什么 钱给了多少 给了他们父母多少钱 按照比例33% 还后面写一括号 远高于法定比例 给了这个原来的父母 按说应该是上亿 可是他并没有晒出相关的证据 而他晒出的相关证据 就是微博的截图是什么呢 给个红包5万块 给个这个红包2、3千块 给个按摩椅 这个按摩椅很不错 那玩意儿 美国买的话 顶天了1万美金 折合人民币7、8万 我给你算到头了 国内还没这么贵 这些东西加起来 如果作为一个普通人 没事给我们寄过来 我们很高兴 哇大礼啊 对不对 现在10块钱的红包 都算大礼了 可问题是 你知道林生斌 他有多少钱 或者说 本管长有多少钱吧 他有多少钱 是他自己和他前妻 王妻赚的本质 我们只说林生斌 从他王妻去世 他在淘宝 还有包括这个直播带货 他挣多少钱 你知道吗 保守估计 营业额三个多亿 人民币 不算赔偿 好 我们拿服装的这个利润点 我们给他少算一点 那不能像餐饮似的 什么对半利什么的 我们给你算三成的利润 就30%的利润 这三亿多的营业额 你到手的利润 至少有一个亿 对不对 一个亿的钱 你应该晒出来有利的证据 你说的那些什么保时捷 给你岳父岳母了 什么给岳父岳母转账 晒出来啊 你为什么只晒出了微信的这点转账 红包这点小钱 你应该晒大的 对不对 把那个号码遮挡一下就好了 你为什么不晒呢 你晒出来是一个无用的小的证据 因为如果你只给了他五万几千按摩椅的话 这个钱跟一亿人民币的利润来比的话 连用九牛一毛来形容 都显得不够贴切 对不对 这个你的回应又如何解释呢 你所谓的回应 我只看到了满脸的鸡汤 我没有看到任何的实证 好 我们再来说第三点 第三点更是实锤 我们来看这张图片 这个图片叫什么白开水的 这个就是林生斌现任的老婆 现任的妻子叫小乐 她的微博 她发了一个叫 你微微的笑着 不同我说什么话 而我觉得为了这一天 我已经等待很久了 2020 2020年6月22日 按照时间来算的话 这应该是她和林生斌 在公众面前所谓的恋情公开的这一天 所谓的恋情公开的这一天 而她重点 看下面画红线的部分 重点是她的发的地点 是在杭州的安闲陵园 你不觉得这有点诡异吗 现任对于前任 如果真像林生斌说的那样 这是一个包容体贴 接受她一个不完整的男人的这样一个女人 她为什么要在她们恋情确认之后 跑到她妻子 前妻或者说王妻的灵园里边 去发这条微博 我已经等待很久了 哇 你等待了多久 你是跟伊犁丹一样 我被封印了一万年 又被租出了自己的家园 而今天你们竟然敢忽悠我 你是在自寻死路 是这样吗 扯淡了 对不对 你现在发这个言论 你简直就是 哇 心机表的极限 对不对 你对着人家王妻的灵目 看着人家坟墓上的照片 人家坟墓上的照片 微微的笑着 是人没法跟你说话 人家跟你说话 给你来段拖 灌口你吓死了 对不对 还不跟我说什么话 我为这一天等待很久了 哇 唏嘘苛刻的悬疑小说 都不敢这么写 你品 你细品 我等待很久了 这绝对不是 我们不说他是不是 这整个案件的幕后策划者 他至少绝对不是 像林生斌所谓的那一个 去坦然接受的 去坦然接受的那么一个温婉的女性 充满了心机和算计 这是第三点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四点 第四点 主角还是这个宪阵小乐 这张截图是网友扒出来的2017年6月份 刚出事的时候 林生斌在小区里面搭灵堂 这个戴口罩的被圈出来的女子 就是他现任的妻子小乐 那么好 我们来问一个问题 这个逻辑上我们要讲得通 对吧 我们需要有逻辑 因为人是有脑子 只有一些单细胞生物才没有脑子 才不会去思考这些问题 对不对 一个按他说的2017年4月份 才进入这个他朋友公司 负责跟他对接的一个小姑娘 好 不是你自己的老板 听好了 不是你自己 不是这个小乐 他自己的老板 家里死人了 是你负责对接客户的老板 家里死人了 那么好 你去干嘛去了 我就问这个问题 你去干嘛去了 你说 我去悼念一下 表达一下悲伤 OK 那我问你个问题 2017年的时候 那你跟这个林生斌有没有感情 你们是什么关系 按照林生斌 你自己 为什么我说越描越黑 自己打自己脸呢 你自己说的 你们是从2019年的拜年电话之后 才开始熟络起来 为什么他们2017年 你妻子的悼念的这种晚会上 这个女人会在 你给我解释一下 对不对 有人说 为了让领导记住他 为了这个生意场合 好 说得棒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跟这个老板如果没有感情的话 你为了刷脸 你为了刷你的存在感 你为了让他记住你 你为什么要戴口罩去 对不对 这逻辑说不通啊 同志们 我是一个新入职的员工 我对接的另一个公司的老板家里 他媳妇死了 我为了表达我对他的关爱 我为了我跟他没感情啊 我跟他没有一点感情啊 我跟他很冰冷 就是生意关系啊 我为了以后我的生意 我去参加他的悼念仪式 我要把我这张脸涂得亮亮的 头发刮得光光的 这一戏服穿得漂亮亮的 我得让他记住我 记住我的人情 我跟你没感情哦 我们就是生意 你要记住我来悼念你了哦 那你为什么戴口罩呢 你戴口罩是几个意思啊 你怕这个王七认出你了 对不对啊 说不通啊 同志们 我真的很期待 如果你们谁能给我把逻辑搞清楚了 欢迎你们把这个答案写在评论区里面 我来看看有哪位逻辑大师 能给我解清楚这个难题 谁给我解释清楚啊 为什么2017年 他妻子还没安葬 刚出事的时候 这个女人会戴着口罩 出现在屏幕里 这是第四点 那第五点 也是我认为破绽最多的一点 是隐藏在所有证据当中的 你必须把他单独拎出来才能发现的 这么一点 什么 就是林生斌他本来是一个发狼的 他的文化水平很低 从他的发的微博 你如果往前翻 往以前翻的话 他的微博多数是几行字 几个字 很少出现长篇大论 可是自从他妻子出事之后 林生斌变了 他的微博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这种长文 这个文思缜密 感情丰富 充满鸡汤 荡气回肠 这样的文字功底 不是你媳妇没了以后 你突然感情受激发 打通了任督二脉 你就可以上天的 文化这个东西是需要积累的 对不对 我给你念两段 他这个妻子出事之后 这个写的微博 你感受一下 好不好 有文化底蕴的朋友 你们都可以跟我一起来感受一下 思念是与日俱增的 思念的人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 替代对于所有人都不公平 他回来了是一种心理寄托 是我用词不当 小珍与孩子们的离开 把我们的爱变成了永恒 这份爱不会因岁月的更迭 减退丝毫 我对他们的思念也从未停滞 我对他们的爱更是不容置疑 这段时间以来 因为我隐瞒重组家庭情况 引起的一系列事件 占用了太多公共资源 违背了社会的公序良俗 为此我向公众表达深深的歉意 对曾经给予我力量 支持我维权 甚至一路善意陪伴的朋友们 我真诚的道歉 也请不要原谅我 因我的武断和愚蠢 引发的这场伦理闹剧 波及并伤害到的你们 是我不曾预料的 接下来我将委托律师 把公众对我涉及 非私德方面的公式 逐一转发于众 也请大家监督 我没有那么好 也真的没有那么恶 OK 如果咱说实在的 中国的发廊小哥们 都能有这样的文笔的话 我不知道用什么姿势 来表达我对你的敬仰 清华北大关门吧 上个屁啊 对不对啊 发廊小哥 都有这样的深厚浓郁的文笔 首先这一点 就是说在短期内 咱们说一年之内 一个人的文笔突飞猛进 我还说 我可以说我书读的多 那么好 我们再说第二点 你们再仔细品一品 这个文笔 你觉得像一个男人的文笔吗 男人的文笔 说实在的抱歉 也许是我 这一点 咱们前四点说完了 这一点是我揣测居多 分析居多 你们如果不相信 可以不信 但是我说点我自己 因为这是我的频道 对吧 我只说一点 我自己的感受 听不听在大家 我只是觉得 这个文笔过于女性化 过于阴柔 他缺乏文字中 男子的那种担当 那种豁得出去 男人和女人终究是不同的 所以这一点来说 再配合他妻子 现任妻子 在灵源发的那个 我等待这一天很久了 说实在的 我觉得不寒而栗 最后我们再稍微提一嘴 刚才咱们之前说过 关于镇魂警那个事 首先我必须要声明 我是一个基督徒 我不相信这些东西 但是我们在分析 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是假设 我们是在以林生斌的思路 来思考这个问题 那么林生斌是信这些东西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讨论 我们会假设 把自己带入到林生斌的环境 我们姑且认为 这个世界存在转生 存在阴间 存在这些奇奇怪怪的 什么风水这些东西 我们再来讨论 好吧 我必须把前提说在前面 那么首先关于什么 莲花阵魂 什么这些东西 什么八角警 象征八卦呀 这些是扯淡 我不相信这东西 因为莲花这东西哪都有 对吧 这个警呢 是吧 淘宝上你去淘宝上一搜 我还知道淘宝上搜了 这个警也多半是这个形状的 这个警我查考了点资料 据说是出自于宋代 我不知道为什么修成八角形 但是我觉得跟镇魂没有关系 但是呢 你说这个事完全没有呢 也有一点邪性的东西 这个当然咱们就是 古往言之古往轻之 我必须跟郭伦文说清楚 古往言之古往轻之 有一些东西呢 确实有点玄乎 你比如说啊 这个你联合起来看这个问题 现代社会 寺庙 寺庙的供水 都是由什么解决的 它不是古代 不是说没有地方喝水 它要自己搭井 今天有人批谣了 把这井掰开了 看里边有什么设备 这个能够抽水的 旁边有个井盖 我就好奇一点 你知道吗 现在的寺庙 大部分都 大部分都姓党了 全 和尚都是用手机 这个大王者荣耀 然后开奔驰 开劳斯莱斯 这寺庙里边的供水 早就统一供应了 还需要你用井来供应吗 抱歉这点可能是我估了 晚文我不知道 好 我们姑且说这个寺庙就缺这口井 就需要这门口井来打水 那么好 这个井 那不是应该是你们寺庙的基础设施 建设的一部分吗 怎么就变成由林生斌捐的呢 从目前这个辟谣来看 寺庙是大包大揽 这个井的样式 选择的形状 刻的字 都是由于我们一手操办的 跟林生斌没关系 似乎是大包大揽 但是你要知道 在中国文化 还有在日本文化里边 井这个东西 是唯独确实不适合 用来捐赠 或者用来纪念死者的 为什么 在中国西游记里边 你还记得 西游记里边 曾经唐僧遇到一个什么 井龙王 就是曾经是有一个国家 国王被推进去之后 井口盖了大石 还记得这故事吗 对 这个井里边 往往代表着阴间 是很阴的一个东西 咱们就按照 刚刚说了 这是按照林生斌的 佛教的 这些中国的文化 来说这个事情 而在日本文化里边 井也有通往阴间 和通往一时空的 一些传说和故事 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熟悉的朋友 你们现在都可以想出 很多的画面来 那么好 这样的一口井 你用来刻上 你自己王妻和孩子的名字 说实在的 如果说 你是一个冷血的人 不在乎王妻 那别人下半人 为了讨好你 去做这些事情 可以理解 你在微博上表现 你是自己如此纯情 如此用情之深的一个男人 这些事情 你怎么不可能亲力亲为 而如果把自己的妻子 说实在的 刻在井上 井上还要加一个盖子 厚厚的盖住 反正换我 我做不出来 观众朋友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反正我觉得这事 特别的邪性 你可以立一个祠堂 甚至你有钱 是吧 那么多钱 你捐个庙 都可以 弄个杯 都没问题 你捐口井 不让你们自己 你们自己感觉 好不好 我不能一定说 我也没法说服谁 你们觉得 反正我觉得 这事特别邪性 好 节目最后 咱们做个结尾 节目最后 我们需要回答一个问题 实锤证据都给大家摆完了 回答这个问题 为什么网友 对于林生斌 这么愤怒 有些人不理解 你们是不是看不到别人好 不是 有人在网上 现在网上 有一种言论出来了 说要放过林生斌 由他去吧 我说OK 可以 如果林生斌 他是一个普通人 他的妻子过世了 我们会由衷地祝愿他 让他开始一个好的生活 没问题 但前提是 你别他娘的拿 你妻子的过世 和你孩子 和你的悲惨 来赚我们的钱 你要知道 在网上 有很多的网友 他们其实并不喜欢林生斌 他们这个公众号 他们这个抖音号 他们这个什么什么淘宝店卖的东西 甚至有的东西是有假货 可是这样的东西 很多网友是一件两件七八件 五件六件十几件的这么买 为的就是支持他 为的就是鼓励他 这里面是有一份人情在的 换句话说 你这是真的 还测罢了 什么事都没有 而如果说你是假的 你在虚利人设 炒作赚钱 拿你死去的妻子 再赚钱的话 那不好意思 是你林生斌先把我们当傻逼耍在前面 合着在有钱人眼里边 别人拿我们当傻逼耍刑 我们愤怒就不可以 你这是明显的是只许周光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 你这政治觉悟可以啊 小同志 去政府上班吧 对不对 北朝鲜欢迎你 三胖上同志欢迎你 你这样能就适合来为人民服务的 你政治觉悟可以啊 对不对 你允许你欺骗我们 允许你消费我们 允许你赚我们的钱 然后去对吧 各种happy 现在事情暴露了 不许我们怀疑 不许我们愤怒 笑话 那其实呢 今天还有一则新闻 我这个刚开始忘了跟大家说了 就在林生斌发布这些消息之后 死者的这个朱小珍 他的王七的哥哥发表声明 说他们拿到的钱 代表二老全部捐出来了 说实在的啊 这个朱小珍的哥哥 这个人一直被很多人所忽略 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关注一下他 我认为他才是一个真正的人 真正的亲人该做的事情 从朱小珍出事到今天 他没有做任何消费 他的妹妹 消费他的几个孩子的这个动作 要知道啊 不是只有林生斌有资格消费 他也有 你要知道 他的妹妹和他是两个人一起创业搞服装业 兄妹两个人搞服装业的时候还没有林生斌什么事呢 现在公司创下了 市场打开了 妹妹没了 在这个桑礼现场上 他哥哥是肝肠寸断 哭的是痛不欲生 倒是林生斌在现场 把这个葬礼变成了演唱会现场似的 对不对 而事后 他的微博 他的一些东西上 有之前链接商品的他哥哥全部取消掉了 就是为了不拿自己的妹妹消费 不拿自己的妹妹一家的死亡来挣钱 他把伤口掩藏起来 在角落里面一个人默默的舔尸伤口 而林生斌的做法却是把伤口天天来看 来看 哎呦好疼啊 哎呦好疼啊 当然也许有的人生活就是愿意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太假 这就是我今天对于林生斌这个事情的一个分析 一个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看法 你有认可的 有不认可的 欢迎评论区留言 好吧 我欢迎大家给我有理有据的 咱们来进行交流 一概的侮辱谩骂 那抱歉了 您就拜拜 好吧 好了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 欢迎订阅评论转发点赞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